她的身边有个她 我和健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既在爱上她 还是我刚到公司应聘时 她是招聘人员之一 看到健美朗目的她 我心微微一动 那种久违的感觉 是我一直寻觅的 面试时 我临场发挥特别好 引起了招聘人员的注意 如愿进了这家公司 健是部门经理 只可惜 我没有分到她的部门 不管怎样 我们总算能经常见面 一次 我出去搞市场调查 天气太热中暑了 回来时 正好碰上健 她看我气色不对 问我是不是中暑了 我无力回答 只点了点头 健说了句 等会儿 就转身回了办公室 一会儿 她拿着货香正气水出来了 我接过货香正气水 还没喝 就感觉舒服多了 那一刻 我心里温暖极了 大学毕业后 我只身留在了这座城市 除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和朋友 平时很少有人关心我 在乎我 没想到高大俊朗的健 还如此欣喜 会体贴人 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伴侣吗 我走神了 剑看着我 没事吧 要不先到我办公室 把药喝了 我点了点头 剑扶我坐下 帮我把货香正气水打开 还给我倒了一杯水 看着英俊的他 为我做这一切 举手投足间 透着利落和帅气 我心里最柔软的东西 被触动了 我喝下药 没事了 谢谢 今天多亏了你 这点小事 举手之劳 别这么客气 晚上 我失眠了 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 心里甜丝丝的 孤身多年的我 一直在寻觅这样的男人 如今总算碰到了 难道是老天有意安排 想着想着 我不由笑了起来 自从中暑事件之后 就感觉肩特别亲切 经常有意无意靠近他 那天 我借口有事 去见的办公室 他正同一位 年轻漂亮的女子 说着话 肩看我进来了 笑了笑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同事 这是我的女朋友 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 我很意外 我也不知道 自己当时是什么表情 我想 一定泄露了秘密 但我还是礼貌地笑笑 你好 你们先聊吧 我的策划方案 待会儿再说吧 说完 我出了见的办公室 心里几乎窒息 接下来就是沮丧 眼看着自己 寻觅多年的理想伴侣 竟然是别人的男友 心里像倒露五味瓶一样 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爱情策划书出场了 我的情绪 一落千丈 做事情也无精打采 一天 我的粉红兵团聚会 几个闺中密友 又凑在一起 他们看我寡言少语的样子 很是奇怪 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就把这段 既没开头 也无结果的恋情说了 说完 他们看着我 泽泽 还搞策划的呢 你整天搞市场调查 营销策划 怎么就不动动脑子 策划一下自己的爱情呢 别开玩笑 爱情怎么策划 难道还能把它策划到我身边不成 我又不是巫婆 为什么不能 只要她一天不结婚 你就大有希望 何况她还是自由身呢 密友们你一句我一句的 真把我说动了 我想也对啊 碰到这么一个 让我心意的男人不容易 为什么不争取一下 如果成功了 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如果不成功 也没关系 至少自己努力了 也不会有遗憾 朋友们看我想通了 于是大家你一记我一记 开始帮我策划 几个小时后 一份详细的爱情策划书出事了 这天 我在楼梯上碰到剑 先是说着工作 又假装不经意地 把话题引到那天 她出手相救的中暑事件上 说一直想答谢她 只是太忙了 也没抽出身来 这几天正好有空 想请她吃炖便饭 表示感谢 在我的坚持下 她如约前往 剑静在咫尺 俊朗的脸上 阳光灿烂 我有种秀色可参的感觉 我们边谈边吃 快吃完的时候 恰巧碰上了我的粉红兵团 打了招呼后 我向剑依依介绍 并请他们一起坐下 剑绅士地迎合着 范碧 粉红兵团发出邀请去K歌 剑推辞着 但又盛情难却 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终于有机会 向剑展示自己的另一面了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 还专门学过唱歌 我一亮嗓 就迎来一片欢呼声 剑看我的眼神不同以往 没想到 你唱得那么专业 过奖了 唱着玩的 其实 我心里美滋滋的 已过子夜 送我回家的任务 当然落在了剑的身上 路上 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 我娓娓说着 对工作和生活的看法 看得出来 剑非常赞同我的观点 当然 这都是策划书里的内容 这次之后 我和剑的关系 感觉比一般同事近了许多 我按照策划书的方案 认真实施 稳步推进 初步效果 已出现端倪 可我还是经常看到 她的女朋友来找她 有时还一起下班 看着她们甜蜜的样子 我无计可施 黯然神伤 我们终于成了恋人机会 终于来了 那天 我和密友逛商店 看到一个美丽儿熟悉的面孔 她跨着一个中年男人 在一个名牌专柜前停了下来 她进了十一间 一会儿 她满面春风的出来了 扭了扭腰身 问中年男人如何 我惊得没有说话 密友问我怎么了 我说 那就是剑的女朋友 她怎么跨着个老头子逛商店 密友看了一眼说 一看就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我摇摇头正想走 密友瞪着我 宝贝 机会来了 快点给剑打电话 机不可施啊 我想也是 急忙掏出手机 你好 真不好意思 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我在城城商场买东西 准备付钱时 才发现钱包丢了 你能给我送些钱来吗 可以 我一会儿就到 我盼望着剑快点到来 最好能在她女朋友 离开商店之前赶到 我的运气真好 她女朋友在这个专柜 试了几件衣服开跳后 就转到另一个女装专柜 所以继续试 我看到那个男人 去收银台画卡了 这时 剑来了 问我需要多少钱 我说 你帮我去交好吗 就在剑走向收银台时 她女朋友提着包 挂着那个男人 并在她脸上亲吻了一下 我想 她也许是作为对那个男人 给她买衣服的奖赏吧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剑看到了这一幕 剑愣在那里 这时她的女朋友也看见了她 很甘大的表情 剑狠狠瞪了她和那个男人一眼 转身就来到我的身边 拉着我的手 从她面前走过 事后 剑有些不好意思 真对不起 没有同你商量就那样 太唐突了 请原谅 没关系 我理解你当时的心情 她的女朋友 来找过剑一次 试图解释 但剑没有给她机会 我和剑走得更近了 很久以来的好感和信任起了作用 不知不觉中我们成了恋人 不久后 我们同居了 日子过得浪漫而温馨 每天 我都会烧一桌饭菜 让她品尝 剑第一次尝到 我烹饪的美食时 简直不相信 这是我做的 要知道 这也是我的策划书内容之一 为了能够得到她的心 我早就学习烹饪了 如今 有了用武之地 邮件泄露了秘密可视 意外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我平时喜欢写些小文章 我把和剑的这段爱情 写成文章 以作纪念 存在了电脑里 还发给了外地的一家杂志 那天傍晚 有个客户发给我一个机邮件 让我看后马上回复 那天 我正和旅游在外 一时赶不回家 就让剑先帮我收着 可等到晚上我回家后 看到剑铁亲着脸 你想给我说点什么吗 看她脸色不对 我调侃着 那你想听什么 别装了 我和她分手 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吧 感情也能策划吗 策划的感情还纯吗 你身上到底什么是真的 说完 剑不再听我解释 甩门去 一直到现在 她也不肯原谅我 大家觉得 今天的故事怎么样 喜欢或者不喜欢 都请留下你们的跟帖 也可以看看 有没有触动到你们的地方呢 要是有意见或者投稿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的 小编会认真看的 祝你们天天开心 本内容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